马总统的大姐马以南又爆发了这个特权的争议啊 那么搭国内线班机在台北松山机场抵达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搭接驳车 而是有航空公司安排的专车从停机坪直接接送呢 航空公司说是因为接驳车坐不下才会派专车服务 马大姐又被爆耍特权 马总统一点尴尬没回应 原来17号马以南从台东搭飞机回台北 被立委赖昆成直击 一下机就有专车停在机坪接马以南 没有时间跟他讲话 因为一下会就一下到停机坪 车子就马上一台专车就马上载着他们四个人扬长隔气 不搭旅客接驳车 立委质疑飞机上人这么多 为什么就只有马以南有专车搭 根据国内线机场礼遇规定 专车到机坪接人 只限正副总统五院院长 外国元首汉贵宾以及配偶跟随户 被报爽特权马以南没接电话 倒是航空公司出面澄清 真的是旅客人太多 才派车请贵宾搭乘 台东到台北的班级是客马的 所以为了让旅客的流量比较顺畅 所以我们除了正常的接驳车以外 也安排了一辆小型的接驳车 那对于这个贵宾造成困扰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抱歉 身为马家人一举一动都受关注 停机坪搭专车 马以南争议再添一桩 中文字幕李宏杰宣文豪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李宗盛